在星期日,美國西部大變地區的山火繼續肆虐大片濃煙濃縛著該地區,並且危及幾百萬居民健康。 太平洋西北部的俄勒江州的空氣質量被州環境官員定性為危險或非常不健康。 美國國家氣象局在俄勒江州和鄰近的華盛頓州發布了濃煙警告。 在整個美國西岸,一共有24處火災發生在加州,15處發生在華盛頓州,14處發生在俄勒江州。 12處發生在愛達河州,還有阿拉斯加州,阿里桑拿州,科羅拉多州,奈華達州,新墨西哥州,猶他州和俄文州。 大火已經造成俄勒江州至少10人死亡,急救人員預計死亡人數還會增加。 在該州最大的城市波特蘭和其他地方,空氣當中離慢著煙霧,部分人呼吸感到困難,大火已經摧毀了該州40多萬公頃的土地。 在火災發生較早的加州,至少有22人死亡,大約130萬公頃土地被燒焦。 在華盛頓州,26萬9千公頃的土地被燒毀。 該地區的官員呼籲居民留在家裡。 據美國國家氣象局統計,部分地方能見到不足半公里,開車非常危險。 美國總統特朗普基本上被面對山火發表評論,但他計劃星期一訪問加州,了解幾年來最嚴重火災的最新情況。 我們好 exhibiti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